挑出了近来十大好玩的人 完了 袁哥 就是这个胡主编 胡主编 胡主编正局级 咱俩是没资格评价 咱一介草民 咱别惹事 什么盘都能接 什么盘都能雕 一般猎犬不都这样吗 马上还能把这意思给拧过来 这功夫真不是一般人有的 就是这个张维维了 我在我眼里啊 我觉得他就是 我先说一下我表态啊 他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说出口 提到他的名字在说 那待会儿一堆出口的 脚尾快屎 说别人 那个最近啊 有一个就是吧 什么清华什么国家战略 什么的也是顾问了 胡安康 胡安康 胡安康太逗了 胡安康 这个我不太了解 网上有他一段子 这个胡安康 那下一个啊 下一个跟他也起名 清华北大吗 孔兴忠 模板我觉得对 就是孔大眼 他现在好像老实多了 变色龙变得非常快 而且呢 数点忘组 那下个问题就是 就是元哥最喜欢的了 什么呀 下个人物啊 咱们十大人物 下面这个人物呢 司马南 这就不是个人 下一个人呢 就帮人没信仰 没有信仰 下一个人我觉得啊 可能好像是有点变化 下个人 就是咱们经常在 在那个电视里看的 张赵忠 张局作 好像现在有太多的 就是风吹啊 说张局作呢 因为是孩子在美国上学嘛 都去哪边 张局作现在非常的温和了 从原来坚定 现在是摇摆的温和派了 子孙后代呢 为别子 为自己孩子这点得 稍微的说话呢 就是真实了一点 或者是平和了一点 能想这么复杂 都是这 好 我的事全往买卖上想 就都懂了 好 最后两位了 最后两位了 把精彩留给最后两位 不耽误太多时间了 最后两位 一位呢 就是 您把他当使来看待的 这个优秀的人物 周小平先生 先竖口 哎呦 卧槽 先竖口 完了再骂是吗 您随便拖 我这随便拖啊 嗯 还得洗几脸是吗 洗耳朵 听见这个太大 听见这个太大 这个我 麻烦您再拿起水杯来 太大了 来再喝口水 再喝口水 今天的十大人物 最后一个李毅 来吧 李毅好玩 李毅 官部门的某些大人物啊 已经是要求底线 要训诫李毅 已经训诫完了 是是是是 阿们 龟头能上野鸡大学吗 对 野鸡的鸡大学 哎 野鸡的鸡大学 克莱登大学 你哪儿呢 拿出证书来 我看看 对吧 你说我是什么 哪儿那儿的教授 拿出聘书来 我看看 他好像是东莞 一个什么服务多了 你看 是您不说了吗 龟头里啊 对对对 油光赏亮 我赐这名 现在响遍江湖 特别响遍 所有人都在说龟头里 都在说龟头能上野鸡大学 都在说龟头能上野鸡大学 Jak九 始终的词 云 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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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